出手時自信大膽 每步棋都有謀略 他就是在杭州亞運圍棋項目 成功為中華隊 贏得世界目光的許浩宏 勇奪台灣亞運史上第一面圍棋金牌 一戰成名 備受關注 在中後盤的時候 算是下的比較草率 不過最後又 又是幸運運下來 奪金後還是很謙虛 究竟有多謙虛 先回顧許浩宏在亞運八強狀況 對上世界第二韓國棋手蒲亭 以2比0晉級 馬上再對上世界第一韓國棋手 申真許 以伴木之差勝利 一路過關斬將 來到他家中 更是擺滿各式獎盃 爸爸說許浩宏 四歲就開始跟著哥哥學棋 展現過人天賦 不過八年級後 他還是申請在家自學一班課業 對下棋保持向上的心 每天從珠北通車 到海峰區驗這樣子 大概有六年的時間 他是一個有 應該有毅力跟想法的小孩 翻出小時候照片 臉圓圓 兩頰紅通通 許浩宏小時候 綽號其實叫蘋果 誘人覺得他下棋牆 喊他是天才 看著天才小蘋果 長大的祈願老師 對他也是充滿好評 他從小就很沉穩 輸贏他不是那麼在意 而在於說這個過程當中 他很刺激 掌握住下棋節奏 許浩宏今年其實才二十二歲 透過性格特徵加努力不懈 已經是職業九段騎士 也就是最高段特級大師 2022年台灣九大冠 他也同時拿下八冠 寫下台灣史上最佳成績 如今世界排名 更從35名上升到23名 大陸民眾封他為史仙 看他在亞運團體賽 繼續大展實力 好